可以看到这几个数据是有些给我们的启示 就是CPI和PPI的数据基本上是符合预期的 由于整个经济的情况和复苏的速度来看还是比较正常 但是GDP的增长是超过预期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来看 再加上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数据 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 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民币来说它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风险 就是通货膨胀 主要是看这个政策方面是怎样抑制这一个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A股市场上 现在是资金量非常的充足 那个成交量和成交金额也非常大 而且从整个A股的那个大市场的那个 整个市值来说 现在已经是第二次超越日本市场 成为世界第二大的这个市场 在这个情况下 由于其实复苏的 中国整个经济的复苏的速度 并未像那个数据中所提供的那么快 所以来说 现在的A股的股市市场上的指数 还是有部分的泡沫存在的 谢谢大家 各位努力加油 大家下转发 点赞的 大家下转发 点赞的